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家手機的手頁 那手機裡面有內建一些快捷鍵 所以你按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自由的使用裡面一些比較常用的功能 就是不論是社群啊 或是你比較常用的一些程式 基本上都在Widget裡面內建 那這個手機的重點就是 它後面有兩個500萬畫素的鏡頭 那你可以自由拍攝就是3D的影片 那針對這支手機來說 我們最強調的就是整個3D的經驗 就是你可以從拍攝到觀賞 甚至到分享到社群頻道去給你的好朋友 那另外就是這支手機目前上就是 應該是說跟鏡品比較起來 我們是第一支唯一可以拍攝3D影像的手機 那它裡面用的是就是目前上手機最好的晶片 就是OMOP4 那它是一個就是Dual Core Dual Channel的晶片 那雙核心配上雙渠道 所以整個就是流暢度 絕對是比其他手機要來的更好 然後我們裡面有內建一些就是3D的頻道 比如說你可以到3D的Space 稍微這樣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是要拍照 還是你是要看3D的功能如何使用 或者是Game或是Apps的部分 比如說我點到Game的部分裡面 就會出現我們內建的幾個Game 那如果我按比如說 我幫你拍照 就讓我拍照 在這一個人 那可以拍照 你可以拍照 那這個貼文 在這一個人 在這一個人 那些人 也會拍照 然后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我们建了一个就是格列佛游记的电子书 那消费者可以透过就是翻页的brunch 等一下哦 那如果就是可以翻页 然后他会开始有就是内容 那点也可以点其中的人 就是你点到人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反应 然后他会开始说话 然后如果是针对拍摄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按相机 然后目前大家将看到的就是2D的镜头 2D的镜头 那如果你按3D的话 他就会开始出现就是3D留音幕画面 那如果我现在做的是拍照的动作的话 我就一定要摄影机 那按下红色的按钮 按完了之后你可以按结束 然后如果你有好朋友要share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透过社群的网路的部分 再share出去 差不多就这样